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8月28日 曼联友谊阿朗素 据英格兰媒体90Minute的消息 巴塞后卫马高斯阿朗素是曼联左后卫引员的选择之一 报道称 由于路基舒尔受伤 而且泰维尔 马拉西亚也在养伤 曼联考虑在转会窗关闭前引进一名左后卫 据了解 一些球员已被推荐给曼联作为短期解决方案 曼联高层正在考虑租借之一月份 曼联已与车路是后卫马克古居立哪有过接触 热刺后卫杀之奥列基朗 和巴塞后卫马高斯阿朗素也是选择之一 巴塞日前为马高斯 阿朗素在西甲完成了注册 他与巴塞的合同将于2024年到期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